是的感觉 所以他们安排林斗的汇报 看着看着林彪 那历代皇帝他都是不相信军权 军事上那个第一的那个能人 能够在和平时期不串权夺位 他都是防着一手的 所以你看老毛上那个 什么什么 什么锦银 就是那个林彪的那个飞行员 在温都尔汉 潘锦银 潘锦银 他不是安排的 早就 就说你坐哪个飞机 你也得潘锦银开 所以我让潘锦银给你罪毁 你就是罪毁 他早就 哎呀他研究那个乌邦 怎么整整整项鱼啊 怎么整整整整 潘锦银啊 还有其他的那几个共患难的 大臣和军事方面的那几个周榜右臂 那刘邦是怎么整整整个理 他都研究透了 哎呀 林彪死后 毛泽东和江青派人去抄家 发现周恩来和林彪之间的疏信来往 多达二百多封 其中周对林表达了效忠之词 达到肉麻的程度 将请故意告知周 并问如何处理 周毕竟了烈 不动声色地说 你们看着办吧 为了向周来示好 巩固江州同盟关系 江青下令 把那些信全部烧毁 周感激江 投投报李 更对江青大力支持 毕竟老练 江青 江青还想斗周恩来 他才斗不过人家呢 但你们自己办吧 自己看着办吧 哎呦 你这跟周 跟林彪这么多通信往来 我们都收到了 你看怎么办 故意的告诉他 你怎么处理啊 这些 周来 知道江青 知道江青以后会用到他 也知道他这样说就是拿他一把 他很多事情不透过周恩来 没人听他的 所以故意问他 然后搞得周恩来不动声色 江青赶紧示好 那那那我就全部销毁吧 可能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得到了周恩来以后的任何一个支持 他周恩来早就看透了江青 江青需要他 没有将周恩来给他站台 他什么都干不成 毛林关系出现紧张的时期 周也曾设法调解和弥补 比如1967年五一节 天安门城楼林彪等 带毛与他开口说话 带毛并不理睬 林彪手忍无可忍 借口上厕所不辞而逼 周得之后极为紧张 寻思这个五一节 没有毛林在天安门上的合影 会损及党的形象 于是让人拼凑了毛林合影 见报后 连欧美情报局都未曾察觉 欧美情报局那个时候才不研究 跟他利益没关系 内斗的事他不研究 眼看毛林对立 无可挽回 走立即选边站 断然站在了 毛泽东一边 雷苗的出走 于摔死是毛州联手制造的结果 1971年9月 毛林关系破裂后 毛借故难寻 一路 邓小平也是难寻难寻 一难寻他就是没权了 想把那个当权的第一个 一把手想搞掉 这个老邓也是这样 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 在换江泽民 没有没有新的接任 谁接任呢 压不住阵 他要保稳定 保他只生万代的稳定 所以他还是用来 这个 这样证明 毛林关系破裂后 毛借故难寻 一路走 一路骂 沿途制造 倒林的 舆论 周则坐镇 北京 密切监控林的动向 林标一家 蹭三叉戟上天后 周立即下令 关闭全国的机场 林标 无处落脚 只得朝北飞 最后 堕落 坠落 在蒙古朝鲜 击毁人亡 这是表面的报道 实际上是 蒙古边境的 中国导弹部队 射了一锁的 下令给射的 就即便不是这样 他那个潘景莹 也会给他搞 坠毁的 拖时间 搞坠毁 潘景莹肯定 接到 接到 这个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 指令了 他上飞机前 就突然来了个电话 那他 飞到内蒙以后 他为什么都快到 苏联边界和内蒙边界 他又往回开 他就是拖拖拖拖时间 然后让 附近的导弹部队 瞄准 瞄准了才能 击毁人亡 他是 毛泽东安排的 长久安排 军事人员第一把手 自己玩不转的时候 就这样搞掉 毛泽东 安排 潘景莹 可是 玩的是刘邦那一头 闻林彪死讯 周恩来 罕见的 嚎头大哭 鸡灯魁 惊异不解 周子连连说 连声说 你们不懂 你不懂 你不懂 原来 兔死 湖碑 周恩来 身子 林 已经死亡 从此以后 变得关心 古代如此 邪党也是如此 果然林彪倒台以后 看上去 毛泽东在党内 已无对手 然而 周恩来的威信 如日中天 却让毛寝食不安 尽管 尽管毛对 周恩来 对毛 忠心耿耿 在见证后历次的权力斗争中 周 毫不犹豫地站在毛一边 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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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身体 每况愈下 这个时候 毛泽东的身体 每况愈下 当国大事 都有 周恩来吵 所以他恨他 所以他知道了 他的癌症的通知 还是早期 还能做手势的时候 他就不告诉周恩来 让他死在自己前头 在这些老毛 周 在党内外 凝聚了巨大人气 威望 从龙 晚年更甚 功高震主 令 毛泽东记恨 终于为毛泽东所记恨 嫉妒 拆记 毛泽东突然启用 已经被打倒的邓小平 用作对抗周恩来的棋子 邓小平从前就是毛的亲信 因中途追随刘少奇 毛怒而打倒 但手下留情 未将邓整死 邓小平只不过在江西农村到处散步而已 根本就没整他 已经是留着他的 可没像贺龙啊 彭德怀 和刘少奇那样 就是不给吃的 饿死啊 什么什么的 没有 就是一直在散步 你看他后来写的一些文章啊 还有他儿子写的一些文章啊 都是 就在农村散步 天天过着悠哒悠哒 思考问题的日子 未将邓整死 邓意外被征召 重获重用 对毛感恩戴德 很快摆出一副要取周 而替之的架势 邓对抗周 干的卖力多次在批周会议上 对周下重手 除政治手段之外 毛也开始算计周的身体 拿周的病况做文章 1972年 5月 医生对周恩来做例行小便检查时 发现异常 经专家会诊确诊是膀胱癌 这个得膀胱癌的或什么什么肾 肾什么 结识就是那种绝症的肾方面的 难的一般都是因为色方面 不怎么 过度的有这些婚外遇啊 这都是报应 女的就是乳腺癌据说 就是色方面老是不太那个 干净的 建于该症治疗时期非常重要 早发现早治疗成功率很高 医疗组立即向上报告 并建议立即做手术 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 文革后毛泽东大权独揽 政治局以上领导人做手术 须经毛批准 换言之 毛掌握了包括政治局成员的杀生大权 就是你 你有癌症 你能马上通过手术治好了 这个权利在毛泽东这儿 汪东兴向医疗小组 所以我们高中的时候 周来死的时候 我们那哭那都是大傻帽了 帽傻气了 不是 整个一大傻帽 人家这是这样的一个运作 他早就盼他死 汪东兴当时他们哭的理由是 毛泽东一直都认为这棵树不能倒 还什么不说话 从头到脚摸着周恩来的身体 我们这听着 好感动 傻猫 那是小道的 现在那些事情情节是有 但是原因可不是这个原因 怎么临死的时候 把罗清长叫到跟前 嘱咐几句 那个也有 那些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都知道 因为那些 哎呀 军科的 总餐的那些孩子 回来都 都到班上来说嘛 汪东兴向医疗小组 传达了毛泽东的四条指示 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 不要检查 不做手术 注意加强营养和护理 医疗组得到这一奇怪的指示 惊讶不已 汪让他们稳住 并说这件事要听主席的 要跟主席的思路 主席正在考虑全局的问题 而毛的所谓全局问题 无非是 让周恩来租得这两个 超级元老死在他的前头 为江青和毛远 心接班铺路 这倒是 一定要死在他前头 所以医疗小组奇怪 惊讶不已 就是这个原因 那是能治的 那也不算什么绝症 彷徨哎 能治的 早知能治的 于是周的病情 被人为的拖了下来 1973年2月某日 周上厕所 突然排出大量血尿 染红了整个马桶 事情无法再瞒下去 医疗组再次向上报告 暴急 却遭到汪东兴的训斥 七老八十了 做什么检查 不要慌嘛 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他可知道 他一琢磨 一静下来 一想 在跟他的幕僚 最谈得来的 一交流 他就知道 老毛是让他死 根本就 不是让周恩来活 所以他就说 他敢说呀 七老八十了 做什么检查 不要慌嘛 坚持要听主席的 最后 叶剑因利用 陪毛见外宾的机会 拿着周的血尿瓶子问毛 毛才勉强同意 为周做检查 但毛仍然强调 只做检查 不许做手术 同年三月 周第一次入院检查 医疗组暗中 违抗毛泽东之命 在给周做彷徨镜 检查时 悄悄烧掉癌变部位 哦 这是毛泽东嘱咐了的 不让 只可以做检查 不可以做手术 随这个化疗和这个 化疗和 烧掉烧掉 虽然如此 却已经措施最有力的治疗时机 在后来两年多间 癌症反复发作 周受尽了苦 遭尽了罪 那不也是恶有恶宝啊 也是1973年 毛暗示亲信王海荣 批林批孔 还要批周公 这一年的11月 毛受益 由邓小平 其登奎 江青和李贤念等人 组成所谓中央帮助总理 认识错误小组 在内部批周 周被迫 连续 检讨 身心健康 遭到极大的摧残 周 经不起 一次又一次的折腾 终于不知而倒下 此时毛之的周来 以无能为力 才恩准为周动手术 令人惊奇的是 手术不动则已 移动就连续13次 高龄的而又体弱的周恩来 如何承受得起 急剧的销售 最轻时只有61斤 只剩一副骨头架的 周身之毛的用心 于是在最后一次进入手术室时 突然失态 大声对医护人员说 你们要记住 我不是叛徒 不是反革命 我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 我是忠于人民的 你们谁也别想打倒我 周语气激动 浑身颤抖 说完叫医护人员 拿过纸和笔来 周已无力书写 仅仅是为自己的话 签了一个名 由于剧烈颤抖 手抓不吻笔 所签周恩来 三字歪歪扭扭 几步成形 都不成形 也就是说 他说完这段话以后 小护士们还不吓坏了 咦 这人民的好总理 怎么是这样呢 他们哪知道 他们都以为毛泽东喜欢他 没知道毛泽东这么狠 周的这番话是针对毛及其亲信 再次炒作 五毫事件 也正是在这番最后话中 周第一次没有提到 忠于毛主席 我看他还不如像彭德怀那样 我就是不吃毛泽东的饭 最后几天人家就是这么喊的 所有他的饭我都不吃 1976年1月8日 成 所以说你当初毛泽东把国家搞成这么坏 一开始你就知道嘛 你就可以阻止嘛 你不说不尽简言 像彭德怀那样 那你不是走的还是跟彭德怀一样的路吗 你不刚正不阿 不为五斗米折腰 那彭德怀他是 马上就指出来那个后宫三千 那毛泽东老是玩女人 后宫三千 然后他把那个文工团到中南海 跳舞这事都给他断了 绝对不允许再有这样 他当时他是也是军队也是 仅次于谁啊 仅次于这个这个 朱德嘛 所以他有权的 但是就惹怒了老毛嘛 老毛就文化拉命就给他整死了 后宫三千 人家就靠这活着呢 万恶赢为首 人家手你都给指责了 那他不是跟你干 所以彭德怀就是这样死得很冤枉 就是禁简言嘛 那些政治上的呀 什么什么饿死啊 人啊什么什么 大跃进啊 指出毛的缺点了 那个都是表面 关键是他说后宫三千这事 直接断了他的那个欲望 1976年1月8日 晨 周来走完复杂而沉重的一生 凄凉 此事 毛泽东文讯后一言不发 各方讯问 如何为周 办理商事 各方面的人都问 毛泽东怎么给周 办理商事 毛一律不作答 下午 毛 所居游泳池边 突然想起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警卫人员 愤愤不停 不平 总理刚去 是谁 在放鞭炮 放鞭炮 毛泽东贴身秘书间 宠妇 张玉凤也 面对质问 张立直气壮的回答 是毛主席叫放大 下面人啥也不知道 好 这就是 周恩来的真面目 中共不能说的秘密 毛泽东晚年最后一个靶子 帮凶周恩来 千变万化 长期存活 居高不倒 其实啊 把周恩来这个故事 就说出来 可能 能够让 作者是陈破空啊 看样子 他是 这几年老在说这事 所以他写的就是 已经写这方面的题材 都写出一片贴了 但是 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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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很简厉 就是老写老写 这方面 也老说 在评论里头也老说 也就是说 呃 就是 陈破空这个年龄的 这样的人 打路也是成千上万啊 呃 五十岁以上的吧 五十岁到八十岁 这五十岁还活着的 脑袋还清醒的 都是 呃 啊 大树不能倒啊 嘿嘿嘿 毛泽东摸着他的身体啊 哭啊 什么什么大 一一句话不输啊 然后说打 这棵树不能倒 就那一直指挥大家 好像是要抢救那种 嘿嘿嘿 这都是假消息 傻不傻 嗯 把罗昌青叫到 呃 单独叫来的那个话 好像也是为了他那个私生女 哦 还是还是以后 也是为他以后吧 就是五毫事件 有人会说他是 叛党啊 叛徒的时候 希望罗昌青给他 帮一把 好像有那么个意思吧 好 这个文章如果在 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 中央电视台播上一星期 全国都会震过来 哇 他俩是这关系 好闹了半天是这样 但是 加上我这个评论 就更更客观一些 他那个 呃 导弹部队在温多尔汉 呃 最近处一个中国边界 队内的隐形的导弹部队 给他打下来的 这个他都没说不敢说 好 那就这样 他俩一起整林彪 林豆豆就是向他俩汇报 哎呀 闹了半天 他是 打心眼里是看不起林彪 是他的学生 都是他的人 你想你的学生都超过你了 你能不记恨吗 他肯定也是记恨 但是呢 如果他不写那二百多封信 将来老猫一死 六十多岁的林彪上台了 是国家第一把手的时候 他也没好果子吃啊 所以他也得写俩小东西 这种人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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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这个再回到 你看咱们点评和解读 搞了多长时间 就这个中共不能说的秘密 毛泽东晚年最后一个靶子 然后现在是江晴富 宋主英被双规调查 独家披露 惊人逆转 反正就是这些了 这个排行 在各个大标题的下面 排行已经三次出现了 看样大家还是对 江宋淫乱之四很感兴趣 但是他评论是想说 江泽民已经是被习近平 已经是要快审判了 可能是有惊人逆转 不再怕习近平了 中共二中全会一次看懂 破局苗头出现 大科学家 反天堂地狱 完成神旨意 你爸 习近平的下场可能比薄熙还惨 那就是从这篇新闻往上 全都是今天的新闻 从这篇新闻往下 都是昨天的新闻 我和范长龙调查传闻 分房表现诡异 拿了他好处的人呗 中共省级政协一把手 罕见对调 那肯定啊 你不换房 谁也不放心 谁当王 谁都不放心 都得换房 换的你 谁都不认识谁 精彩推荐 下一个落马带君老虎 极可能是谁 都是苍蝇了 炸毁五郎庙 菩萨显灵 灵彪两年后 醉机身亡 这个可以去看看 什么 炸毁五郎庙 菩萨怎么就显灵了呢 这个我相信 但是不信神的人 你得给人家一个完美的说法 1969年 林彪为了在五台山建造私人宅邸 用炮炸掉了三座寺庙 那还不招报 一位摄影师想要拍下轰炸过程 结果拍到文殊菩萨显灵照片 1971年9月林彪 叛逃击毁人亡冥冥中 于他下令炸毁五台山寺院 似乎有着必然的联系 当年 杂妙毁佛向者 均遭到了报应 你看 这一事人家老毛可不敢干 嘿嘿 你还别说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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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这几个人都长活的 1969年 北京京区一位姓马的参谋长 带着林彪的命令 带着某军副军长和几个司长 一伙人马来普台上 然后呢 这个人 参与唬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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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